美国前情报总监雷克里夫 周一做客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 重申共产中国是目前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 去年12月时任川普政府国家情报总监的雷克里夫 首次将中共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 上周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办公室 发布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继续将中共列为美国威胁的首位 反映了两任政府的共识 克里夫指出中共的威胁来自于 经济 军事 技术三大层面 其中技术层面最令他担忧 雷克里夫还着重强调 在太空领域中共和俄罗斯试图干扰美国的通讯系统 为此他在任时把新成立的美国太空军 接受为美国情报体系的第18名成员 帮助情报界了解和分析太空威胁 在论坛上雷克里夫也谈到俄国北韩伊朗等国对美国的威胁 雷克里夫表示欧洲国家似乎试图在美中两国之间 寻找平衡不得罪任何一方 但这样做对自身无益 欧洲必须与美国联合共同对抗中共 雷克里夫曾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要明白 全世界正在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选择 如何应对中共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将定义一个世代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